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下面我们就利用我们前面讲过的一些资本原理来分析一下无色针传输系统和理想低通绿波器的一些特性 那么首先介绍一下什么叫无色针传输系统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介绍一下理想绿波器的频率响应 然后是介绍一下理想低通绿波器的它的冲击显应和节约显应 那么下面我们来分别看一下 什么叫无色针传输系统呢 那么一个无色针传输的系统具有什么样的特性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如果输入信号为FT 这无色针传输系统的输出外体应该等于什么呢 输出等于输入 这个这样开始一个阐数 然后等于输出的等于输入信号的一个延迟 延迟就可以 那么如果是一个输出跟输入是这么一个关系的话 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信号 FT通过这样的一个系统认为是没有时针的 一个信号均匀地放大一个同样的一个阐数的倍数 直接才会有延迟 我们认为信号是没有时针的 信号没有时针不代表输出等于输入 我们更管理的来说 应该不时针应该是输出等于输入的开背 直接容许它有延迟 这是我们定义一个无色针传输系统 从10月来定义的 或者是从它的输入输出关系来定义的 那么我们如何用频率来分析它呢 那么如果一个无色针传输系统 它的系统的频率特性 具有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呢 那么我们前面讲完了频率 讲完了这个10月分析 频率分析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分析一下 一个无色针传输系统 它首先是一个系统 连续实行系统 这个系统它定应的 咱们说描述一个系统 可以从10月特性来描述 从频率特性来描述 那么描述一个系统的10月特性 是什么来描述的 什么来描述系统的10月特性 HT吧 反复产表 HT是描述系统的10月特性的 那么频率特性呢 HGLMIGA反映10月特性 它们都是系统 都是系统反映系统的 都是取决于系统的 那么它们可以通过系统的输入 输出关系来求解 但是它们都是取决于系统本身 那么显然按照这样的一个输入输出关系的话 一个无射程传送系统的输入输出关系的话 那么我们很容易推导出来 这个系统的HT 等于什么呢 开背的Data T.TD 这很容易需要吧 所谓HT可以 HT可以通过 但是输入等于Data T时候 产生的响应吧 FT等于Data T 是不是等于这个结果 那么HGα我们知道 HGα是反映系统的频率特性的 频率传输 频率传输特性的 那么它可以通过HT的复利变换来求吧 所以它的复利变换是不是等这个 Data T的复利变换等于1 那么利用延始特性 等于这个东西 那么这是一个系统的实践特性 一个无射程传输系统的实践特性和频率特性 应该具有的 如果我们单纯的从实践上来看 好像这个系统也不是什么多么 多么很特殊的系统 好像也不是什么困难的 实现出来多么困难的系统 那么我们从频率来看一看 这个系统要实现这样的一个系统 无射程传输系统 我们在通信当中 我们在传输的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传输 在许多情况下 我们希望能够传输的无射真的 我输是什么 输出就是什么 最好了 后来颜值这样的输出没有关系的 但是要实现这样一个无射程传输系统 看看它有什么困难 你们看有什么困难吗 有什么难度到大家有没有 它的幅度响应等于什么呢 等于阐数 幅度响应 它的效果响应等于什么呢 等于线线的一个 这个 好像还不是很困难 这个呢 这意味着什么 这个系统的带宽是多宽呢 无限宽 无限宽的系统 在我们的设置生活中 是不存在的 实在是不存在的 所以在那个无射程传输系统呢 只是在设置的工程当中呢 实现这样的系统是非常困难的 或者是目前来说之后是不可能的 这是它的普通的等于传输 它的相平等于是一个线性的 相位是一个线性的 幅度图形呢 是一个传输 这是一个理想的 或者说无射程传输系统 它是具有的一个 频率特性 这个系统要求你这个系统的 传输带宽是无限宽 相位是线性的 幅度相应在整个频率范围里 为传输 这系统的带宽为无穷大 系统的相位相应 在整个频率范围里 应于Omega成正比 不要是线性相关 我们是线性关系吧 不一定是正比 那我们看上去 提例子来看一下 好了 已经知道一个 离一个连续的线性 传输系统的 它的频率相应 等于这个表达 第一点 求你这个系统的 幅度相应和效果相应 并判断系统 是不是无射程传输系统 第二个是 问一下 当输入等于 这个信号的时候 看到求它的 这个文态显 那么下面我们来 求一下看看 HGm 等于这个表达 是能看出来吧 这一部能写的 这一部能看出来吗 HGm 等于1-Gm 1加Gm HGm 那么它的 某等于多少呢 HGm 等下面的某 跟下面的某比吧 是吧 上面的某等于多少呢 根号1加 Om 平方 根号1加 Om 平方 这面是个问题吧 某等于它的 十部和虚部的 平方的 根号 这次不等于1 它的相位等于什么呢 相位是不是等于 分子的相位 和分母的相位 是差 因为它指数关系 指数关系 它的相位等于多少呢 等于负的 碳清 V 是不是这样子的 虚部比虚部的 碳清的 阿克碳清 是吧 这分子的 分母的呢 是 是这一东西 是吧 大家一减的话 就等于2倍的 负责关系 这个 这个等于写成什么呢 是H G Om E 的 G 5 Om 那么是不是写成 这一声 1 乘以一个 1的 负的 G 2倍的 是不是关系 跟着一样的 它写是阿克碳清 我只要写成这个形式 这么过来的 这是基本的 一种辅数的 是写算啊 求一个辅数的 模和线角啊 这种东西不应该在 我在在在强调 那么到这一步 如何 我们看看 这个系统是 无视针传输系统吗 它的模 辅配的 等于线数啊 线平特性呢 它满足吗 满足信心的吗 不满足啊 只要有一个不满足 就不行啊 那你说了 这个模都等于线数了 这个 这个不满足 没什么关系 不会造成 低信号造成失真吧 我们底下看图 会看出来啊 相位 如果相位 不是信心相位的话 照样可以 对信号产生失真 那么这个系统的 幅度响应 为禅数 相位响应呢 不是Omega的 系统的禅数 所以系统呢 不是无声音 禅数系统 第二个 我们来输入 这个信号的时候 它就叫做文态响应 我们前面讲过吧 一个正确的信号 输入到 它在Omega里面的话 Omega 第一个Omega里面的话 这是1吧 就等线1带进去就可以了 把这张线 Omega等于1带进去就可以了 这个是Omega里面3 把这个线 Omega等于3带进去就可以了 Omega等于3带进去就可以了 大家再来说明一下 这个咱们这个写这东西 写这么一件 这个件是这个符号 你都说你可以写 就写的 就写的 而且Omega没关系 这两个没有 不一定要非常捆在一块 没有关系 你件只是表示一下 它这个件Omega的函数 不要管这两个 好像这两个 好像这个 这个不太好处理 不管它 不要管它 所以你直接管Omega里面完了 把这里面的 我们件Omega等于3带进去就可以了 这相位是在3这一点的相位 这在1这一点的相位 我们3两个推导过这个关系 因为我们这个系统呢 是个HT呢 肯定是个10系统 HT你能看出来吗 这个系统HT你能看出来吗 我们前面讲这个关系的时候 当这个系统HT是一个10系号的时候 它有这个关系是吧 HT能看出来吗 这个系统HT能看出来吗 HT GOmega等于多少呢 1加GOmega分子 1加GOmega减2倍的GOmega 可以吧 可以是1 2倍的2倍的GOmega 可以吗 这一步到这步对不对啊 那么HT能把这个开出来的吗 等于是Di的T啊 因为你这个看这个系统里面 你看它没有 除了这个GOmega之外 它都是10数啊 都是 肯定是这个10 这个GOmega多少呢 多少啊 这等于多少啊 如果要是一加GOmega的我知道啊 这个等于是2倍的1的负气 再乘一个GOmega呢 什么样的信号可能先乘出这个东西呢 咱们说如果FT对应的是FGOmega的话 什么样的信号是这个GOmega呢 FGOmega呢 他们俩是这一对吧 是吧 他们俩是这一对吧 所以这两个等于多少呢 反正不管怎么说 它的HT肯定是这个10信号 是吧 所以这个的话 这个肯定是成立的 那我们看看这个输出的不行 我们知道多少通过这里 可以看出来啊 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的 它的幅度特性呢 是阐数啊 不要以为相位无所谓 相位不信心 线不信心无所谓啊 它相位不满的信心关系啊 那么你看它的输出不行啊 这是输入 黑的的时候输入不行啊 输出信号 红的是输出信号 这两个信号的不行的能够一样不一样 能够一样不一样 你看这两个地方 先两个等高的 它再下来这个地方再出来一个啊 这两个 假设你画这个走的话啊 这样子啊 上面这两个等高 下面这两个等高 再这两个等高 这两个等高啊 你看这个这样有这个关系吗 这两个等高吗 你看这个这两个不等高吧 这个这应该不等高吧 不行就发生 形状就改变了啊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泛大 就是一个背数 或者一个延迟的关系 所以这个不行是实针的啊 所以不要以为相位的非信心 或者相位的实针啊 如果相位不满的信心关系的话 它会造成相位实针 相位实针照样可以造成 性化的不行实针啊 输出信号 相对于输出信号 产生的实针 输出信号的实针 是由于系统的 非信心相位引起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在这个节目 下面介入的是一个理想的 或者叫做无色针传出系统啊 我们是它的实力特性 它的频率特性 来理解啊 什么叫无色针传出系统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理想滤波器 啊 理想滤波器呢 是什么呢 滤波器 首先介绍一下什么叫滤波器 滤波器是指 能使信号的一部分频率通过 而是另一部分频率呢 通过很少的一个系统啊 或者首先说 滤波器是一个 是一个系统啊 首先是系统 那么它能使得是 它能有选择的 在信号中的不同的频率分量通过 叫滤波嘛 这样的一个系统 那么才能我们这个 这几个叫 我们现在介绍的四个理想的 一个是理想低通 理想的高通 理想的带通 和理想的带走 这四个呢 我们介绍的是它的辅度和特性啊 它们的相位特性 我们认为它都是一个 线线相位的啊 我们底下要讲一下 这些看来的辅助材料啊 这个是低通 这个是高通 带通带走 大概看一下这个试积图啊 那么这样的理想 没有固度带啊 没有固度带 通带呢是没有时间 阻带的完全没有通过 这理想的来讲 我们底下要讲 这种理想的东西 是不可能实现的 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往往会这样的 会有这样的感觉啊 许多理想 你可以作为理想 你可以无限的靠近它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好 我们看看这个 我们随时介绍了理想低通啊 其他的四种内部 却跟它一样的类似啊 我们大概的相位特性 加上来啊 本来这个幅度 在一层这个东西 相位特性 加上来 这道相位特性 这道弧度 弧度特性啊 普平特性 我们看看这个系统 我们刚才从它的 频率推行来看 很直观啊 就是低通 低频的分量通过 高频的分量不让过 低通 从频率来看这个系统 来理解这个是低通 高通 带通带阻 很容易看得很直观 很低通 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我一个信号通过 这样的一个系统 哪些频率分量能通过 哪些通过不了 哪些会没有改变 哪些会做到衰减 会再增强等等 所以为什么要把信号 我们从 从实力分析 把它延伸到 频率分析 它可以 它再可以看得更清楚 那么这个 我们应该是叫做 这个利物器的 气质频率 气质的角频率 那么显然 这个辅度下影 在这个范围之内呢 很唯一 在通带之外 很唯一 那么为什么说 定从这块的对外 因为这个频率 咱们知道频率都是正的 不可能是用负的 另一半是因为 咱们知道系统是什么呢 HT咱们知道 HT是个实信号 是吧 实信号它的幅度 复评性是什么呀 是偶对称吧 下面的基对称吧 所以那一半是对称 是由数学的运算关系造成的 所以不可能成了一个负的频率 所以我们讨论一个 一个信道 或者是一个系统的时候 过度带宽的时候 都是考虑到正 这个正频的这一块 实物理 这是有物理意义的 这样的 我们按这个来算 下位侠应呢 在通代内 与Omega层线线关系 线线关系 我们看他抽到的HT 这样那个HT等多少呢 是不是带进去 今天会抽吧 最长给他写一下 这个怎么抽的 咱们前面讲过 像这个信号 我们知道 这么一个 这个信号 使用的这个信号 这个资本信号 一定要很熟练 那这个信号 F T A 这个信号定义的频谱 咱们知道 等于是A A 是不是这样的吧 是吧 我们也讲过 第二种 一个是 不是Omega层 我们上一讲 刚讲过 Pi Omega层 Omega层 它定的在乱呢 它定是这辆 这辆的F件 这个 这是他的屏幕 我们把这叫 这叫F0吧 这叫 这叫 是他的屏幕等于他 这个能看有关系的吗 我们该原画的 这个理想低通的话 这个理想低通的话 这个是理想低通 这样的东西 是吧 还加一个线位呢 如果加这么一个线位呢 F5 Omega等于是 F的 Omega层 TD呢 咱们知道 线乙 但是我再加一个线位的话 线乙 定是什么 10月什么呀 是不是10亿啊 所以它再去 把T叫为什么 TD就可以了 你这么来的 所以它前面 给它推着 你自己突然推 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推也可以看出来 或者你可以这么来理解 这里面很多事 你一定要把它用火 一定要把它用火 因为你这个 这个H 咱们来看 HG Omega 等于1 具体是Omega 小于Omega C 其他 就0的时候 它定义了 这个HT 等于什么呢 HT就等于是 I Pi分之一 负无穷大 正无穷大 这个本来是 HG Omega E 的 G Omega T Omega 把它变成是 I Pi分之一 这些是基本的东西 一定要把它把它锁点 是不是这样子的 是不是这种东西 是吧 这个等住了的话 现在这点就等的是 Pi分之一 你要是把这个基本 就等这个东西 那么你加了一个香味 以后 只不过把这样什么呢 它这样写错了 这应该写了一个 副的Omega 那一个副号 那么这样子 把这两个一合并的话 是不是Omega T-T-D 所以到后来 你把它改就完了 把这个Omega 改为这个点就完了 把T改为这个点 基本性的应该知道 所以这是一个理想 低通力波器的 十月特性 如果你这个没有香味的话 没有香味等于0的话 那么它这样就叫 没有原始 T-D等于0 一般的我们系统 都有原始的话 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第一个零点 在什么地方呢 在L-T-D L-T-D等于Pi Omega C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我把它写一下 这个等于是 OmegaC除以Pi OmegaC 这是T-T-D吧 如果这个T-D 就是我说T-D的地方 在哪地方呢 在Pi除以OmegaC吧 T-D-T-D等于在这位置上面 你把这个乘待者 那里ほど小白 OmegaC 我们来 Far 这个员再加取这个函数 等多少 sahara 是不等这个东西啊 是吧 取样函数 这个取样函数 Pi 等多少 就是它在这个位置上面 在TD这个Pi 我们讲是一分之Pi的地方 它可能等于 这个同样在这边也是一样的 类似的这样子走下来 我们看这是关系 HD的波形是一个抽样函数 不同的输入信号 因为输入HD是什么 HD可以认为 输入说Data技术才能下应 Data技术是一个什么 在零这一点的什么 是在零这一点 有个很大的充计吧 是吧 你看它和哪里 和Data技术这一点 就有延时 第二个呢 波形也不一样 本来它输入Data技术的时候 波形它这一点 是能量很集中的 它的整个是散开的 所以它这个第一个就是 它输入是Data技术的时候 输出不是一个Data技 有第一个波形有时针 第二 分解原因是什么原因呢 理想低通力波及 是一个带线系统 而充计信号Data技术的平谱 平带无限大 就是它可能一波 击去了 所以它就造成时针 减少时针的方法 如果你可以理解 增加理想低通力波及的接频的话 HT的主板宽度 这个会变小 这个波形越来越压缩 OmegaC越小的话 升能力越大 OmegaC去无数量的时候 理想低通变为 无时针讨计系统 HT的变为充计函数 我们来是不是能推一下 我们来简单推一下 我们先不考虑延时 不考虑延时 我们看一下 不考虑延时的话 我们刚才推过这个问题 HT omega等于这个的时候 它所定义的HT等于什么呢 是 是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这样的 HT 他刚才说的 Smith就刚才他说 他说如果你这个OmegaC 如果要取结局无穷大的话 这个系统 这不比我无时针传织系统吗 是不这样的 它就应该等于什么呢 这个时候HT应该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ΔT 是不是等于数吗 那我就看一看 这个HT 我们就看这个 看看这个HT 是不是等于ΔT呢 当这个 当OmegaC 学习无穷大的时候 看看 讨论这个东西 看一下 我们来感觉一下 我们就证明这个百大事 这就可以延伸了 我们就证明这个百大事 当OmegaC 学习无穷大的时候 它等于ΔT 你看 我们就证明出来 这个从物理概念来说 当这个系统的带宽 并无限宽的时候 那么这个系统输出HT 就一个等于ΔT 改名从频率来分析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推一下 看看这个百大事 是不是等 OmegaC 学习无穷大的时候 它等于这个ΔT 我们看 ΔT有什么条特性呢 ΔT有这个特性吧 当T不等0的时候 它等0吧 当T等0的时候呢 它在这个范围 等于什么呢 一个积分等于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有这个关键词 好了 通过这个东西 把我们前面好的东西 实力分析 频率分析 把它串起来 系统的频率分析 信号的频率分析 把它串起来 我不是要的机构本身 通过这道题 把前面内容串一下 我们看 是不是等于 大家听到这个HT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首先当这个OmegaC 取决于正无重大的时候 这个HT 它T等0这一点 会是什么样的 等于什么 T等于什么 是不是取决于正无重大的 这有个游戏啊 是吧 如果不出决于正无重大的 这一点 可能就不可能 等于这种 如果T要是不等0的时候呢 T要不等0的时候呢 这个HT呢 是等于什么 是不是取决于0啊 你看这不行啊 咱们看这不行啊 你这个OmegaC 这个框 这个框是无线上的靠近吧 所有的东西 向那边输吧 亚硕吧 是不是啊 你这个点 全部向那边输出 你说这一点 是Pi除OmegaC 是吧 这一点呢多少 2Pi除OmegaC吧 这一点呢 3Pi除OmegaC吧 4Pi除OmegaC吧 它所有的都是OmegaC的 分母上是OmegaC吧 是不是所有的都 像这个0 这也得靠近呢 是不用 所以都等于0 这个游戏 这两个可以游戏 可以有的像我们 带到这个样子 我们再来 现在就看一下 这个积分 是不是看 是不是等于阐数 是吧 再看看这个时候的积分 但OmegaC取决 无条件的时候 看这个T 是不是等于一个 阐数 如果要等于阐数S的话 那么这个HT就等于什么呢 这个HT就等于什么 AV的呆打T 是吧 没问题吧 我们看它是不是等于阐数 你看这个到底怎么算呢 这个 去看看这个积分了 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呢 还是OmegaC 没有关系的 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呢 这个积分呢 OmegaC没有关系 不管你OmegaC取什么值 我这基本都等什么呢 为什么呀 为什么 不熟练吗 你们 那么我们看这个等于都说 这个HT等于不是都表达什么 是吧 那么你看我的这个F啊 这个 H 建林 等于多少 H建林 是不是等于是 负无穷大 正无穷大 HT E的建林吧 建林 建林T吧 我没敢等于0嘛 是吧 建林T嘛 DT嘛 是吧 是不是等于是 负无穷大 正无穷大 这个是HT吧 这等于1了嘛 是吧 是不是这样子了 这不就等于HT等几乎吗 这个H建林的时候 H建林 刚刚化的 这个是理想低通话 这个 你这个是不是等1啊 所以这样等1啊 是吧 这个最等的是 这个定义的平谱 在0这一天值 等1 所以这个信号呢 满了什么呢 这个信号它满了什么关系呢 这个信号它满了什么关系啊 在这个等于0的时候 它取决于无穷大 不等于的时候 它取决于0啊 这个积分呢 又等于什么呢 参数1 所以当 OmegaT取决无穷大的时候 这个HT啊 这个HT等于DataT 是吻合的啊 这是吻合的啊 所以这个好多人可以串起来走啊 像这种基本信号 这种它这种关系啊 应该非常熟练啊 你一看到之后 马上是 热血沸腾 就这种感觉才行 再看到之后 心如止水 那就不行了 这个应该就是这种 基本信号 应该非常熟练啊 它这种什么 取样函数啊 这种东西啊 应该是 第二个分析啊 当HT的主峰出现在这个时刻 比如输入信号呢 DataT中的时刻 T整理呢 延时了一段时间T T呢 是理想低通力部式的 相位相应的弦率啊 所以这个 它下以 实力的下以 平率的下以 造成了实力的延时啊 这是吻合的啊 第三个 HT在T小凝的区间也存在 那么可见这个 理想低通力部式呢 是什么呢 是一个非因果系统 我们前面讲过 这一个线线直播变系统 如果它的HT 在T小凝的时候 不等于的话 这个系统是什么呢 是非因果的 这个系统非因果的 因此呢 一个理想低通力部式呢 是物理上不可实现的系统 不可实现的系统 所以这个理想不可实现的时候 你不要感觉到悲伤啊 你只要为它奋斗过就行了 那么理想低通力部式的 接约线 我们算一下啊 接约线 你等下的HT的积分啊 咱们前面讲过的 这个算计计果呢 我们再不再推啊 它从负五 从大到零这一点的计计 等于二分之一 放得再来 然后从零到这个的时间 放得再啊 所以就在做一个简单的变量代化啊 我们再不再展开 它为了描述这个图形 出来这个结果啊 它也是 在T等T这个地方呢 等于0.5 然后它有个散生时间啊 从最低 从负的最大值 到真的最大值 这么一个散生时间啊 它写上说也是 它说 OmGC要是越大的话 这个散生的时间就越短 这个盐就越短 啊 那么当OmGC要确定无常的话 你能不能证明这个GT就等于什么 就等于Ut减Td 是吧 是吧 无常确定无常的话 要数数等于输入嘛 啊 一样你可以证明这个百大色 我拿一些五月冲突 证明这个百大色 但Omega C 我们下的时候 它等于 UT 等于是 UT-TD 你不要发晕 你不要发晕 所以说你上课的时候 为什么要让你们集中精力来听这个问题 有的东西 尽管你很熟悉 这个百大色我当然知道了 这个我当然会积分 你不仅仅停留着会积分 会知道怎么回事 你要跟前面东西窜起来 是一个机极的过程 把你以往学过的 把你不同课程学的东西 把它串起来 是一个机极的过程 是一个叫什么 Active的过程 你们现在上课的时候 不是Active 是吗 它是A的 消息个人 这么刚刚理想 B通路波式的接约响应 我分析一下 它也给它分析一下 接约响应这个机器 比输入的接约信号 又去淹死了TB 你看这个步行的轮廓 还有点像接约响应 它下轮廓有点像 但是有时这么 第二个接约响应的 接约需要一段时间 需要一段时间 它不会像我们理想的 接约响应的 从这样突然就上来 或是什么的过程 从最小值 上升到最大的 所需的时间 成为接约响应的 上升时间 iπ除以Omc 这怎么来就知道吧 iπ除以Omc 你看 这它减它 时间嘛 时间走嘛 它减它嘛 但是iπ除以Omc 那显然 Omc越大的时候 这个T就越小 是吧 T三层之间越小 但Omc在学习上的时候 这个T760 就比我理想的 一个接约信号 第三个我们说 存在基布式现象 我们基布式现象 我们请大家将 周期信号的屏幕时候 接约过 但用有现象的 斜波分量 来合成信号的时候 会在不连续点 信号的不连续点 出现基布式现象 那么它也出现 基布式现象 简单介绍就可以了 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 它说输出响应的 延时时间取决于理想 低通力部器 相位响应的协列 就咱们的 Omc 输入信号 在通过理想 低通力部器之后 输出响应 在输入信号 不连续点出 产生逐步上升 和下降的谷型 上升和下降的时间 与理想低通力部器的 通带带宽 就是Omc 反比 第三个 理想低通力部器的带宽 宽度 有输入信号的带宽 不想匹配 输出就会是真 再来说个什么 这话什么意思呢 解释一下 我们刚才说了 一个在我们市的 运动当中 不可能实现一个 理想的低通力部器 说带宽 无线产的带宽 我根本 理想低通力部器实现不了 我们也说了 一个 不实证传输系统 也无法实现 但是我们在 设置应用当中 并不是因为 这两个无法实现 我们就不去 做任何工作 我们怎么想呢 如果 你看这个系统 如果某一个系统 是这样的 HG Omega 它不理想吧 不理想 这个是Omc 这个是 负的Omc 它这个是 大约等于 它不是不理想 但是假设我要 有这么一个信号 这么一个信号 FG 它的屏幕都是这样子 假设这些是Omm 这个是负的Omm 假设我的Omm 小于Omc 那么这个信号 通过这样的系统 有时针吗 有时针 但这个是针呢 是不是很小 因为它在这个范围 传过去了 是吧 在你这个 有需要带宽里面 我不需要你这个系统 是无时针传出系统 不要你带宽 无限宽 因为我的信号 只有这么 是可以的 在这里面是 有一点是针 所以你会发现 在我们的很多 应用当中 功课当中 我们的原理 我们的很多理念 很多定理 都是在理想 专辑下提出来 但是我们很多 应用当中 都把这个理想化 都在工程中 都是近视 就像你们分析 在物理上的 天体物理上讲过 比如说 我们要分析一个 两个物体之间的 一个外域引力 分析它的两个 之间的引力的时候 再把两个物体 当成什么 值点来考虑 是吧 可是你要分析 两个星球之间 那个星球多大 怎么能当值点呢 尽管它星球的质量很大 但是它跟它的 距离相比的话 也可以近视 为什么 只点电的 我们都把这个 理想化的东西 把它放到 现象中当中来 不要悲伤 做不到没关系 我们可以近视 我们仍然尽管有时针 但是只要在 我的容许的范围之内 是可以的 所以这里面 是原来讲过 一个悲观的 和乐观的 两个太多不一样 悲观的 老看到它肯定有时针 所以它老是想着时针 乐观的 就是说 我能做到就行了 我有时的 没关系 不影响 再上这个信号 我查这个例子 它从这个带通信号 通过这个 线性相位的 理想低通率波器 的响应 我们看一下 我们知道 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的 屏谱成这个 没问题 这个要非常熟练 那么我们知道 任何一个信号 跟酷塞一相成的话 这屏谱就 左右搬移 是吧 就比如什么呢 搬移之后 幅度降低一半 那么这个屏谱 就比如这样 比方 这个主向右搬移 向左搬移 向右搬移 宽度是2 那么我的输入信号的 屏谱等于什么呢 等于输入信号的 屏谱跟系统的 频率响应的 相乘积 我再次强调 一个系统的 这个HGL 尽管它同样是 HT的复类变化 我们不叫它 是复类变化 不叫它是信号 不叫它叫HT的频谱 我们把它称之为 叫系统的频响特性 而信号的复类变化 称之为信号的什么样 频谱 那么这样一层流出来 就有这样的结果 就是输入信号的频谱 以2为中心 宽度是2 这是系统的频响特性 那么是不是到这一层 到这部穿滑了呢 那么你如果知道 这样的球 就要你穿这频 要去 通过系统散应 输入信号的 全部都知道了 系统的频响特性 都知道了 这都加了一个原始 咱们先不考虑原始 因为食盐 相位相义等频 池乙 我们大家考虑就行 到这一步是不是 就完了呢 继续都得到这一步就行了 底下我们要做什么 要讨论一下Omega C 我们看怎么讨论 如果Omega C大有3的话 这个是不是全部在里面 是输出 输入信号的所有频率分量 都能通过系统 输入呢 Y就等于这个东西 没问题 到YT呢 就等于FT 等于这个问题 因为它这个系统没有加 它没有改变嘛 就加了一个下位嘛 下位相义 下你定时就失业就完了 跟输入信号就差这么一个延迟 就差了一个延迟 再看第二种 当Omega C小U的时候 虽然没通过 是吧 虽然没通过 Omega C小U的话 在这个范围里 虽然没通过 这两个都没过来 所以所有的频率分量 都不能通过 YT等于您 所以YT等于您 没有输出 第三种情况下 Omega C呢 大于1 小于3 把整个Omega 都讨到那边了 大于3是一个部分 小于1是一个部分 现在就是中间这一块了 1和3之间 Omega C所有的可能情况都讨到那边 那么这个时候等于什么呢 Omega C在大于1 小于3之间的话 那么这样的变成什么呢 在这个范围之内 所以把这一块留下来了 是吧 这一块留下来了 只有一道 Omega C之间的 频率分量 频率分量 所以等于什么呢 好 等这个表达 所以这个算是等 这个表达 这个算是等于 你自己算就完了 所以这道题 主要讨论一下 不同的这个Omega C 给它的一些 可能产生的影响 所以呢 前面我们叫了一个 理想低通语部器的特性 那么下面呢 我们把这一个呢 我们再来这些 我们介绍一下 那两个 那三个啊 一个是理想的高通 理想的带通 和理想带朵 他们这三个系统的 定的HT等于多少 我们可不可以直接 引用低通的记骨 我们如果我们都先不考虑 这个下语特性的话 我们先看看怎么样 假设我们都不考虑 先不考虑下语特性的话 一个低通啊 加上H 低通 叫Omega 咱们刚才说了 1 0 就这个Omega小于 Omega C 其他 它会对应的HT 低通啊 等于是 太 好 烦了啊 Omega C 是不这样 我们没考虑下语 你就老记不说 到底这个是 放上面还是放下面啊 你现在可不考虑了 我们知道 当Omega C 去无数道的时候 这个信号 是能带一大梯子 是吧 那当然 发他们走 Omega C 去无数道 最等于是吧 因为Omega C的话 不管你去 这个值最大值等的话 最大值等于1啊 这个值 是吧 知道是在0 这里等于1吗 是吧 所以当然Omega C 当然Omega全部上 都等于是吧 当然这个是 Omega C 肯定放上面了 好多人 今天可能理解得起 不要硬实际 那么我的高通等于多少呢 HIGH PASS 这个等于1 但PT的Omega 大于Omega C的时候 这个其他 还有这个 高通的 等于多少呢 你说我要算去啊 你要算吗 你要不要算呢 高通是不是在平补上来看 是不是等于它都 一个一个全通 减去一个什么 减去一个低通吧 一个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 就等于像这么一个平补啊 我们到后来 说它是这个全通啊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减去这么一个东西 可以了 是吧 这个电的屏幕在做 这是DATT啊 那DATT电的屏幕 就等于这个东西啊 等于1啊 是吧 所以这东西要非常熟悉啊 这个什么 不要 这个东西需要在那 思考 是吧 让我们看看 DATT的 H 这个要是 再写一下 Low Path 这个是带通啊 这个是什么呢 当然它有两个 这个是我们的大于 我们一个C1 小于 这个是我们的C2 的时候 这等于 其他 您啊 您把它放到那个地方去啊 那这要看可能好看一点 看这里吧 带通吗 是吧 大于通 可不可以用低通来表达呢 H 带通 它可不可以看的是个 你看它的拼颇 可不可以看它的拼颇 什么呀 左右搬移了一下 是吧 假设我定一个怎么呢 一个Omega0啊 等于是I分之一 OmegaC1 加OmegaC1的话 这是来自带你的中心平均 是吧 那么这等多少呢 是不是等于是 H LPT 乘以 扩散Omega0 是吧 你到中心中 你看 这个的平谱 应该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的平谱 这成了一个2了 就不出来加你一倍是吧 这个的平谱 主要搬移 我们一个人之后再加起来 是不是就这样子 这没什么问题吧 我们前面讲上过讲过 如果您看到一个信号的平谱 是这么对 主要对称的话 这个信号的定义在 10月信号当中 肯定是传于扩散影 函数在里面 是吧 我讲过吧 总结过吧 这个很简单 这样子 那么不要 我要是带主呢 我把这写一刀一次 I倍的 OmegaC P OmegaCt 乘以扩散 Omega0t 那么带主的话一样的 Band Stop H V 但是什么呢 这个不太好写了 这么写吧 倒过来写嘛 是吧 我们是有智慧的人 是吧 那么这个H带主的 T在如何呢 类似 高通跟低通是一对 带通跟带主是一对 这不等于是一个全通 这个减去这个带通 这段DataT 再减去一个H 带通的 这四个我全部出来了 再来算了 我们好像是在减四个 是这样子什么呀 知道知道这个就可以了吧 他可以用这个带主材是吧 他也可以用他来表示吧 他也可以用他来表示吧 休息一下 好吧 请不吝点赞kle呢 拨订阅